为提供学童安全友善的通学环境 内政部编列50亿元预算要推动 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 花莲县政府表示 国风国中、吉安国中、光华国小等三所学校 已经由公所提出校园周边通学环境改善计划 县政府在进行出审当中 其他还有将近50所的学校也提出需求 县府建设处、教育处还有公所 也会持续协助学校逐一盘点 是否可以成为可行及整合型的提案之后 尽数依程序向中央提出申请 花莲县原先有教育处会整县内各校提出的 校园周边环境改善需求 公计53所学校 经过盘点及检讨 很多是属于地形性道路养护的事项 或是小规模的标志 标线、耗质改善 尚无法结合周边道路或人行道 成为一个整合的刑事提案 有县政府以及各公所 以年度养护开口企业处理能够解决 除了目前提出申请的三个案之外 县府近期在召开跨单位的协调会议 以协助各公所有效整合需求 并提出计划 持续将整合完成提送到中央争取经费补助 有些学校周边我们这次也特别跟了北冰国小 柱强国小 像海星国小、花莲女中、花莲高中 这些学校透过跟它合作 将它的围墙做一些退缩 像花中对面是这个停车棚 整个我们都把它清除掉 变为这个人行空间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整个人行空间的范围是增加很多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退缩的围墙 我们也帮学校恢复了一些特色式的围墙 人行空间也做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让整个民众的行的空间变得很好 学校也有一个比较具有特色式的围墙 这个是双影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呢 我们有这个一些重要节点的改造 监督处表示 学统就学安全以及优化通学环境 一直是现代学生业的实证重点 以最近两年多来 县府已经入市完成了 北冰、柱强、民意、花人、海星国小、花莲高中 花莲女中等学校周边通学环境改善 并且办理花莲县国小学区路口安全改善计划 改善国小周边交通设施22处 以及花莲乐活生活街区路口安全改善计划 改善火车站、菜市场、医院等重要产站 节点周边交通设施24处 博乐将会持续推动通学环境优化 以及人本环境提升的相关工作 记得喜欢花莲了